二法不是佛法 这个答复的高明 那二从哪呢 二从你分别执着 你要离开分别执着 哪来的二呢 那没有二的话 那所有一切对立的都突破了 今天讲相对的是 所有相对都突破了 甚深禅定 见到这个四十 四十的真相 这四十真相 要说起来的时候是很深 但是现在非常难得 我们也很欢喜 科学逐渐逐渐它已经发现 油 油从哪里 油从无中来的 无还归到油 这个都是不如经营的交易 另外讲的是 这个宇宙 宇宙从哪里来的 虚空从哪里来的 那么现在一般科学家都讲的是 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 现在还不断的在膨胀 那么最近科学家发现的时候 他说宇宙是确确实实 这个空间跟所有这些星系都不是真实 越来越像佛经上所说的 他说这个东西是宇宙是有个原点 这个原点的时候突然之间 这个展开来的时候 就是宇宙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原点 那也可以算是爆炸了 但是不能讲爆炸 爆炸这个事情 这是很难理解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有 倾向于这个一时钝线 一时钝线 这个讲得好 这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就是一个是一刹那的时间的时候 这个宇宙突然之间发现 那么这个宇宙的原点 原点有多大呢 这个科学家说的 他说一根头发 这像一根头发 头发把它切断 这个平面 头发的平面 切断是它的平面 这个平面的直径 排那个宇宙的原点 可以排多少个呢 一百万亿亿亿 一百万后头三个亿 你说那个点多小 那个点恐怕我们现在 显微镜都看不到 可能比麦米科技还要小 所以我就听到这个讯息之后 我说今天科技 那要跟这个 宇宙事实真相相比 还差得很远 现在一个晶片 能够包括很多东西在里面 人家那一个小点 那个里头包括整个宇宙 科学发展 还有这个前途 哈哈哈哈 为我卸亮 他说 那是太小了 我们没有法子计算 一百万后头加三个亿 但那是原点爆发出来 所以他讲的这个识 一识的一些 我就问这个教授 我说一识是哪一识的 他答不出来 是哪一识 脱发的呢 他就说不出来了 其实佛经上早都说过 当初出身 随处灭尽 这是令人精神讲的 当初出身就在下距 一识 一识就是现在 但是说现在 现在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这个讲法的时候 他不太容易理解 那我就用那个电影 电影这个常识大家都有 我说你们看电影那个电影的片子 底片 放映机镜头一打开 那就是一时顿线 对 那就是这个画面 同时出去的 绝对没有先后 所以是一时顿线 那个镜头关起来了 不就是灭尽吗 打开就是当初出身 关起来不就随处灭尽吗 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么第二次再打开 又是一个画面 等于说是 令你这个里面排的那么多 你一个一个去放 所以每一个这个画面 绝对没有完全相同 就好像这个 日本江本胜试验的那个水接近 绝对没有相同 确确实实不可能有相同 因为他说他原点不一样 确确实实是当初出身 随处灭尽 所以佛在这个大臣经上常讲 万法皆空 经上常说 这个一切又违法如梦幻跑也 如露又如电 因作如实观 又说繁琐又像 皆是虚妄 但是经上讲的句很重要的话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为什么不空呢 因果有三个现象不空 因果转变不空 因会变成果 果又会变成因 第二个呢 因果相续不空 第三个是 因果循环不空 那么有这三种现象 它真的是存在 那么换句话是 这抱恩抱怨 讨债还债 麻烦就大了 但是这就是因果问题了 你像这个小孩 到你家来投胎了 跟你都是有缘的 没有缘 不会来 没有缘 想儿女 想得不得了 想一辈子 一个也没有 没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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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缘 他不想他偏偏来 来压罪 这都是事实 那小孩来的是 真的 来报恩的 前世 彼此有恩 有恩惠 来报恩的 孝子贤身 你叫他学坏 你学不坏 如果是报怨的 报仇的 那可麻烦 你怎么样去教他的时候 他还是会变坏 这个因果教育非常重要 你看这个民国初年 应光大使一生 极力提倡 因果教育 甚至于他把佛经都放在一边 他教人学什么呢 学了凡思学 辽凡思学是儒家的 他教人学 感应平 感应平是道教的 学这个 安思全书 他是最佩服安思全书 安思全书里面讲的因果教 讲的最好 文字也好 而且都是 都不是虚构的 都是确实的事情 那么这个 这个安思全书前面一部分 文昌帝君 英之文 也是道教的 后面那是周甘思自己写的 那他是纵货儒家道家佛教东西写出来的 写出两样东西 第一个是欲海回框就是叫接引 知道这个盈欲果报非常可怕 而且是折腐 那是大幅度的折腐 所以这是一般人 年轻人不晓得 英国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你做错事情不是说是不负责任 后果 后患无穷 所以就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不能够不谨慎 所以这是 就是堕落三土 那个我们不必说 怨怨相报 这么大了 就是他来报恩的 你把他杀掉了 就变成仇了 这是恩将仇 下一次来是仇 数低了 他要是来报怨的 来报仇的 你把他杀掉了 这个仇界的 未戒欲深 仇上加仇啊 这还得了吗 所以很麻烦这个事情 你要是想这个 讨债还债 那时候是财务上的事情 如果是还债的 还债的这个 一般来讲呢 这个儿女对父母 物质生活会照顾很周到 没有小心 不会尊重 不会孝顺 如果说讨债的呢 大概债讨完的时候 他就走了 欠的少的 很小几岁 他就走了 欠的多的 那也是 也都是麻烦事情 所以我们要懂得 人与人这些关系 那么既然这些关系了 圣人教导我们 怎么样把这关系改善 这就是学问 这就是教育 是 是